最后的话改写成只能拆三次 像画一帽后是无穷一直拆,拆到对为止 可是如果你今天希望只能拆三次的话 第一个,把画回去改一下 改成什么?改成for 所以把前面加个注解 然后注解掉,跟刚刚那个一样 for i in range 有没有,范围的话那就是 让它拆的话几次呢? 最多三次 你一到四也可以 不过一般的话还有一到四就一二三 或者是另外一般习惯 range 的数字从零开始 零到点三也可以 那就零一二,三就零开始,也是三次 如果你是零开始的话 另外range 你可以怎么写? 你可以把零拿掉,三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是零开始,一开始不行 OK,零开始的话你可以写range 小瓜糊三冒号就可以了 很像更精简有没有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range 瓜糊三,比较是零到三的一次 OK,这样写比较精简 如果你不习惯,你写一到四也可以啦 自己看得懂为原则 那底下的话就是输入完之后做逻辑判断 可是判断的话呢 基本上这些OK,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猜第一次OK,它会判断 第二次再跑OK 但是如果你猜第三次的话呢 它会有个问题 它会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你第三次的话呢 假如说呢,你那个数字 它就是直接就离开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希望它能够怎么样 再多帮你判断一次的话 可能你的程式就要 再稍微改写一下 写的话呢 基本上的话我们就是 必须在这个中间 再多增加一个逻辑判断 也就是你已经猜最后一次了 而且你又没猜对 就在这边把它挡下来 不然的话呢 它跑完之后就离开了 离开就什么事 讯息都没有发生 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第三次了 所以要怎么写哦 特别是刚刚同学问了一个 蛮关键的就是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一幅 假设我再多一个一幅 一幅什么呢? 假设I已经最后一次 I如果等于第三次的话 那I等于多少? 0,1,2 应该2 而且and ok 而且哦 and 那G如果又不等于 要答错了 答错就不等于 不等于应该是什么 金探号等于 这个要不等于 ok 等于是两个 不等于是金探号等于 RND 的话 那这两个条件呢 都为处 表示是你已经拆最后一次了 然后呢 你又没拆对的话 那我就print了什么 刚才讲说 你已经拆最后一次了 然后你又没拆 拆对 所以我直接告诉你答案好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后面就这一串 字有点多 干脆我就直接把 把这个拿来print 拿来这样 有没有 答错了 然后呢 只能拆三次 而且我直接告诉你答案 答案是RND 就是 跳出来那个乱数 ok 这样应该就 没有问题了 不过这个是Fall的写法 另外如果你假设不用Fall的写法 你可以加一个变数 反正就算说猜第一次把它加1 猜第二次加1 猜第三次了 你的数字已经等于第三 那就不能让你猜了 也这样可以 这不是说唯一的写法 然后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大家试一下 这如果执行的话 猜一个数字 比如说我今天猜10 太高了 11 太高了 往下应该是9 太高了 8 8 8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时候i已经等于2了 然后又没猜对 所以 i等于2 而且没猜对 那我就show那个 Enter看看 有没有 答错了 只能拆三次 答案为3 但是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又太高了 所以我变成我还需要什么呢 多一个动作 就是break 这边要break 这边要break 因为如果我没有break的话 它变成说它还会 还有个地方 我这边少写一个什么 el else 对 其实这个有 我刚刚少写了一个什么 因为如果我前面是一幅 下面也是一幅 这个 把他们这四个就变成是同一个逻辑 如果我刚刚没加 上面一个逻辑 下面一个逻辑 就分开来的 所以多一个 这样应该ok了 所以理论上执行的话 假如又出太高了 然后9 8 最后5到几 对 答错了 只能够拆三次 答案为5 有没有 这样就ok了 所以刚刚少加了一个el ok 那就大功告成 这样的写法应该改写 会比较简单 所以也就是说以后 如果呢 你要让它不断做就坏了 坏了 如果你要有次数限制的话 那就多 就改成for就好了 所以回圈比较之下 ok 有沒有 for回圈就是有次数限制 坏了 没次数限制 ok 应该比较可以理解 画面还给各位 那今天的话呢 大概就是先讲到这个数学的 这个猜数字游戏 那下一次的话呢 也许我们就 也是这样 把这个超面题目讲完 然后再来就是 证照考试的第一类的题目了 所以回去的话 有时间 你也可以先练习一下第一类 或者第五类 今天有讲制定函数 如果可能程度比较好的同学 我就可以再把第五类的部分 这样稍微看一下 那今天的话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